温家宝在致辞中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三年 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反思 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 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的也有怀疑的 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 对此中国的头脑是清醒的 胸中是有数的 信心是坚定的 温家宝强调 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 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温家宝表示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但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 在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各国政府要真正担负起责任 主要发达经济体 要采取负责任起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 妥善处理债务问题 保持市场投资安全和稳定运行 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 适当037301 unless听不 Brewster 各国政府要索贷任起作用的财政策 佛文医力的责任起作用的财政策 行政策 行政策